大家好,我是猫叔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干锅羊肉的做法 我们做的这款是干锅的清闷羊肉 付出羊的鲜味 不需要下太多的酱料 我们准备的材料有羊腩 还有几勾姜 还有一把蒜子 还有一条甘蔗 还有几块水发香菇 几粒马蹄 还有这个是腹乳 这些就是我们的主料 像这个羊腩我们把它砍开 姜我们把它改成小狗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蒜头把这个蒜头的钉去掉 香菇我们把它这个钉去除掉 甘蔗我们给它改一下刀 改大快点就可以了 我们把所有的料头处理好 我们把所有的料头处理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炒羊肉 首先打入少许油 姜块放进去 用小火煸炒它 把它的香味炒出来 当这个姜块有一点点微微发黄 我们把蒜头放进去 同样用小火 把它的香味炒出来 不能开大火 大火它会弄掉 像我选用的这个是黑山羊 来做清闷羊肉 黑山羊呢就没有普通的山羊这么烧 所以说我们这个羊肉是不需要飞水的 如果说大家买到有稍微比较重的羊肉 还是需要飞一下水 我就把这个羊肉的皮笔下 给炒它就可以了 在中火干炒它 我们用干炒的手法 不用放水把它的血水炒掉 这样能够很好去除它的腥味 炒到这个羊肉有一点微微出油 这个也是十几年前老一辈厨师 那里贴到的 因为焯水呢能够使它的鲜味流失 炒到这个羊肉差不多干生了 那我们下面就开始蘸酒 蘸酒也可以达到去腥 增香的效果 有很多人又说了 蘸那么多酒 这个羊肉会不会很浓的酒味 酒它能够通过高温 挥发掉它的酒精 所以蘸酒的时候一定要用大火 接下来把酒炒干 下入冬瓜 下入甘蔗 打皮 下入腐乳 大约叫四砖腐乳 再下入一小勺猪猪酱 给它炒两下 接下来我们倒入开水 倒入的开水需要没过羊肉 盖上盖子 给它大火烧开 水开我们用大火 焖它十分钟 大火焖它十分钟后 再转小火 慢慢的焖它一个钟 这个羊焖了一个小时了 它的香味完全释放出来了 但是它没有够冷 还需要再焖它一下 现在已经焖了一个小时三十分了 它的水也准备焖干了 是一块肉够冷没有 像这样基本就差不多了 不需要焖得太过于冷 因为待会我们还要装入 沙包里面 这盐的比例我也是调得刚刚好 一开始我们就先给底味 我们到最后准备起锅 再调味 放到锅里 装入沙包后就开火 把这些配菜放进去 香芹蒜段 我们就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 蘸一下这个蓝乳汁 还有一点点柠檬叶 青焖羊非常的爽口 吃起来非常有羊肉的味道 没有一点羊烧味 它不用八角 不用任何的大料 这个就是广式青焖羊的吃法 好了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个视频拍摄花费六个小时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的作品 请帮忙收藏评论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我们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